我有一个小问题 两位一个是导演 一位是制片人 一个是花钱的 一个是省钱的 这工作当中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呀 分歧 就是 他让我怎么做 我就 他的事实做 那不叫分歧 那不叫分歧 那叫孝顺 人家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哪叫分歧呀 回答不出来就可见没有分歧 没有分歧 聪明 真的回答不出来就没有分歧 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 在现场吵过架吗 没吵过 净动手了 从来没有 没有说话的时候 对 净动手给他做按摩了 那个 据说凯歌老师看着您 每天这么辛苦 经常特别的心疼是吧 有没有安慰的话呀 基本上不心疼的时候没有 真的呀 我的个天哪 我又听了一个小道消息 我能说吗 是 他们说有时候你们经常为小事吵架 牙膏那盖没盖上了 马桶没冲了 就类似这个事才吵呢 是吗 我们俩基本上是都每次不开心都是因为小事没有大事 最小的事是什么呀 最小的事我看啊 就是昨天中午我让他一点钟吃饭他没吃 我一点半到公司他还没吃 他因为十二点吃了一回了 因为不好吃 因为不好吃 所以他没吃 我跟他打电话 我说是我做的 你一点钟一定要吃 你要不说你做了就吃了 对 秘密就在这 是吗 为什么没吃 还有一个事就据说陈老师一次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挺慢的 女的都这样一般来说 您经常在门口等着等得很不耐烦是吗 这种情况是可以解决的 手插着腰 这手推着电梯门就这么站着 他马上就出来了 特别尴尬是吧 他不尴尬 他就满脸带笑的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俩什么也不说 电梯门一合上 在电梯里打 该往上走 往上走 该往下走 往下走 这就过去了 这就过去了 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平戏《花园媒》里边 关于这女的出门 还唱这么几句 平生不拔别的怨 怨的是 女人出门就太麻烦 早就应该走 还得等半天 摸摸蹭蹭蹭蹭摸摸 没有个弯 没有个弯 以后就唱这一样 你要把这几句学会了 学会了 站在电梯那儿 躺那个 守着门口就能卖票 挺开心 据说在组里边 还赶上一次过生日是吧 对啊 特别激动是吧 哪天呢 您的生日 12月份 12月份 万幸 万幸 你要12月份来了 我们还得准备蛋糕 对啊 多花钱 当时那现场什么样的呀 也没有 那天在拍戏 其实在现场 做演员都会很 就是 尤其是跟导演合作 都很紧张嘛 都希望这一条 能够演得更好 所以真的是完全注意力 都在演戏上了 我真不知道 他就在 我一推门 其实你说 他就在门后藏着呢 当时 事后我才想 多危险 在门后藏 一推门啪 我事后 我说 感觉不到 后面有个人啊 是怎么藏进去的 我估计他可能是 吸着肚子呢 站在那儿 还得吸着肚子 挺不容易的 然后呢 然后就 演完以后 我发现 王学奇也没有说 直接就蹲下来了 我说 他怎么蹲下来 是不是肚子疼啊 原来他拿了一束花 是花还是蛋糕 蛋糕 导演拿了一束花 在门后 两个人同时出来 当时我脑子一片茫然 完全是懵的 开着机呢 继续开着 都拍着呢 远远也配合得特别好 一点迹象都没有 就是全组都知道 就他不知道了 真的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太直断了 哭了吗 没有哭 就是一片茫然之后 事后还是真的挺激动的 事后才想起来 对 哎呀 那天我过生日 这事白策划了 挺好 这个说着很简单 好多小孩们说 过个生日就过了吧 买蛋糕就买了吧 但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 能够这么精心安排 一个生日party 我觉得挺开心的 是的 说明您的生活 好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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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